好 繼續來看到這個暑假 高雄有兩個大型活動要來登場 一個是高雄啤酒節 而另一個則是展現嘻哈文化的鬥夢祭 舞台上金舞團體展現舞藝 不同的舞蹈風格 卻同樣有年輕的活力與熱情 去年這個國際鬥夢祭 成功吸引香港 日本等海外團體組團參加後 今年規模更大了 8月13到15號決賽期間 韓國重量級樂團帝國之子 就預告即將來臺參加 歡迎大家給我們舞蹈舞蹈舞蹈 有請 歡迎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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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們越來越多的國際的年輕朋友 到高雄市來 真正說到高雄市是一個年輕人的都市 高雄挺年輕人 年輕人也來高雄發揮你的創意 除了國際樂團 國內的歌手和樂團也不會缺席 主辦單位更邀請到瑤瑤當代言人 希望這項融合活力 文化創意和教育意義的動夢祭 陪著青少年一起過暑假 另外從去年開始 就朝向打造國際啤酒城方向發展的啤酒節 也將在這個月23號登場 主辦單位結合八大品牌啤酒 要讓民眾清涼一下 民視新聞廖錦雄 高雄市報導 請看